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去号称全世界最美沿海公路的大洋路 大洋路是一条非常长的公路 当中包括了非常多的景点小镇城市 我们今天去的应该算是 大洋路离木尔本最近的那一段 就是Geylon和Tulkey两个城镇 这个周末应该会是一个悠闲游 跟着我去看看大洋路悠闲周末怎么玩吧 我们出发 哈喽 我们现在到Geylon了 Geylon整个都是一个沿海的城市 所以到这边来到海边走走是必须的 Geylon是维州第二大的城市 是从墨尔本到大洋路的必经之路 这里是一座既有活力 又有着轻松氛围的城市 离墨尔本仅仅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所以很多墨尔本人都会选择到这里来一日游哦 Geylon的海边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就是这边有我身后这边随处可见的木头人 你就随便走一走就到处都有这种木头人超级可爱的 Geylon的海边 这边Geylon的海边就有很多餐厅 我们就随机选一家看上去就是白色很干净 很有度假风的感觉 今天算是阴天吧一点都不晒 所以我们就坐在外面可以看到海 真的超级舒适的 再次陆遇到海边的海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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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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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ай呀 我们到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了 我们是住在Torki 就是在差不多大洋路一开始的那个小镇 这边还蛮可爱的那种老式小木屋的感觉 现在给大家做一个room tour 哇 这边是一进来的这个客厅 很乡村风有没有 场上有吉他 这边是主人收集的这一些书本 有CD什么的 这边是主过 这边连打印枝都有耶 在这边工作也不错哦 浴室还蛮简单的 干干净净 他这边还有一个地下室耶 我们去看看 哇 它这里有一个音乐室 还有台球桌 这边的主人应该很喜欢音乐哦 你看 他们有整个这样子一个 做音乐的CD好酷哦 墙霜挂了好多把吉他 太酷了吧 后院还挺大的哦 这边有一棵很漂亮的粉红色的树 好多小鸟唧唧喳喳喳的 这边有一个他的小院子 主人种的一些绿植 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在这边坐着休息一会儿 这边是他们的厨房也蛮复古的 锅碗瓢盆也是以硬俱全 餐桌还连接到这边的前院 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前院 有很多坐着可以休息的地方 这个地方虽然不是那种很现代化的居所 也没有海景 但是我觉得很有它自己的魅力 2K的小镇比我想到就要繁忙 这边的那个主要的街道 人海挺多的 然后那几家特别火的餐厅 今天晚上订满了 所以我们有时没有提早预约 我们刚刚问了一下 这边的Loco 他们推荐了这一家 很幸运的是 它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后院 所以有位置给我们 菜单的选择也还蛮多的 哈喽 早上好 我们今天要继续深入大洋路 从Torki开始前往一个非常热闹的小镇 叫Loon 跟着我一起去看看沿路的风景 还有一路上有什么好玩的吧 我们出发 从Torki前往Loon的中途会经过一个大洋路 巧克力和冰淇淋的工厂 那我们就在这里稍坐停留参观一下 跟我进去看看吧 在巧克力和冰淇淋工厂里 你可以看到巧克力的制作过程 还可以品尝到新鲜的巧克力和冰淇淋哦 各种各样的巧克力商品应有尽有 包括特别适合作为纪念品的大洋路限定 还有澳洲小动物造型的巧克力 最后我们选择了一个自己在家做巧克力布朗尼的组合 准备把它带回家自己做新鲜的布朗尼来吃 好期待呀 千万不要忘了到免费品尝区 问店员要新鲜的巧克力豆品尝哦 请我试试买巧克力的巧克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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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洋路是维多利亚州西南部的一条沿海行车公路 全长约243公里 近于巴斯海峡海岸的悬崖峭壁中间 起点自托皮 终点于Allensford 大洋路周围自然风光资源丰富 已有很多海景别墅 位于公路内侧的悬崖峭壁之上 行驶在大洋路上 沿路都是美不胜收的海景风光 我们现在到达了Lone的海边 Lone相比Torky要大和繁华很多 大家如果想要去看非常著名的十二门徒的话 这也是去十二门徒的必经之路哦 I've changed for the better this time I thought I would never be fine I strive just to say I'm alright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I'm alright I've seen a lot of change 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 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As they were a year ago But all will be okay I move on each and every day The past is where it stays Way back a year ago I ain't going back I'm not falling I'll push all my chips and call all in I'll bet on myself you keep stalling I hear destiny and it's calling I'll keep my head up high Through the downs and lows And we're all going live Still nobody knows But I'ma choose what's right And take what's right Lone的小村下有很多餐廳可以選擇 之后呢 我們選擇了這一家 就是看上去好像還蠻新鮮的雨暑店 其實平時蠻常選擇吃雨暑的 但是到了海邊 不知道這邊雨暑的風味 是不是會不同呢 The past is where it stays Way back a year ago 我們這次大洋路兩天一夜的悠閒遊到這裡就結束啦 如果是第一次到大洋路來的小夥伴 這裡還有非常多世界級的景點 十分值得一去哦 比如燈塔 瀑布 當然還有非常著名的十二門徒 都十分值得打考哦 好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